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接二连三的被引爆开来 30号这件议会总执行当中 许多议员都针对食品安全提出了质询 表示市府应该要建立防护 还有加强抽烟的机制 以免市面上的黑心食品继续的毒害新北市民 食品安全的问题日益严重 在议会总执行中 议员们就希望市府加强食品安全的管理 除了例行抽查以外 也要针对传统市场 大卖场甚至杂货店都不能放过 全面杜绝黑心商品在市面上流通 这一块东西可能他已经失去了自律 失去了自律之后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政府 你想办法你要用政策 要用公权力先去整顿 到一个程度之后 到一个程度 等这个食品制造也好 再涅价 他们有这样子的自觉之后 他们才会 才会你讲的辅导 这个才会有效果 最近爆发这个石油的问题 所以说几乎民众 跟吃的有关的东西 几乎都出问题 那这个就是我们政府在食品安全 管理的制度 出现漏洞 不合格的部分 第一个是看它是什么样不合格 是标示或者是成分 对 那成分不合格就一定要末路销毁 那其中有一家 还有涉及到一点其他问题 我们有移送检调单位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那像油品这一次 那我们就 复卫箱 你今年出在出事情之前 有没有去看过 复卫箱是公司在我们这里 那工厂是在张化 对对 议员表示 新北市有400万人口 每天吃的食物 如果都含有这些有害的添加物 后果不堪设想 市长朱立伦表示 目前除了持续击查以外 也会继续扩边卫生局的击查人员 以及设备的添购 我们都有在增加 我非常谢谢议员的关心 另外议员上次有关心 办法 办法的部分 你可能出来 你可能说过 你可能开始实施 所以这个就表示 我们也有努力在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经过上次议员的 指教以后 我们有了办法 设备也提升 现在真的增加5个人 如果还不够 我们会再加强 谢谢议员 朱立伦表示 民以食为天 食品安全绝对是最重要的 因此市府也严拟许多配套法案 并且公告实施 希望可以杜绝黑心食品 在新北市泛滥 加封强议会长报道